作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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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是两颗星星碰撞 拥抱给出火花 再到看第二眼的你 最特别路人家 也许提心引力 让平行线交叉 两颗星 独自绝法防备卸下 你是蝴蝶晶莹在飞翔 却掀起我心里面整片海洋 我未懂你的心愿却变化 纠结做了珍惜 欢迎你来笑纳 看过世界 再了解世界之大 那些放不下 遇见你都被放下 若雪花你一笑就是烟氧 我认定爱 肯定你就是信仰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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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 坐呀 别客气 谢谢邱总 最近在员工中间 有什么对我 或者对公司的评价吗 四月五号 小刘说 你就直接说事就行 小刘说 公司的业绩那么糟 怎么可能上市 小赵说 萧总连辆车都没有 她有她说的那种实力吗 不会是吹牛吧 菲菲说 行了 行了 你还深情并茂 你放着吧 我一会儿自己慢慢看 你认同他们的观点吗 当然不认同 萧总 您放心 我肯定一心一意 跟着您干道的 那公司其他员工 都是什么想法 多数同事还是很积极的 他们说 就算公司半年不发工资 也愿意在公司 跟着萧总学东西 成 你去忙吧 那萧总我就先去忙吧 你等一下 这个钱包呢 送给你 希望你用业绩 把它填满 谢谢萧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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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钱包我一定好好珍惜 谢谢你 我跟你们说啊 昨天我去敬老院 给他们讲那个老年人婚礼的方案 有俩老太太 那乐得假牙差点都没飞出去了 还有一半人不随老大爷 她一激动 直接就尿裤子了 我走的时候 那小护士 我走的时候还瞪我呢 你跟人耍嘴皮子 可得搂着点啊 那老头老太太那么大岁数 经不住刺激 别给人伤务说脑衣血 兜不住知道吗 不能够啊 不过呢 不管多大岁数 只要能发展成客户 那就是好事 是吧 谢谢王总 说到客户 我说小周 你这边怎么没动静啊 你那几家酒店 可没往咱们这递活 我跟你说话听见没有啊 有 有一个男方比女方大三十二岁的 咱接还是不接 大三十二岁 我怎么又 小周 你来我办公室一下 咱俩聊聊这三十二岁的差距 我把门关了 那把门关了 那你跟我爸怎么回事啊 这不属于工作范畴 不用跟你回报吧 不是 你看你 时不常地提的东西往我们家跑 对吧 我爸就经常挡我边夸你好 这总共有关系了吧 那是他误会了 这跟你可没关系 我明白了 你是借着我的名义跟我爸套近乎 其实真实目的就是我爸 对不对 我对你一个没那意思 你千万别误会 我知道你对我没意思 你对我爸也不能有那意思 我为什么不能 因为他是我爸 不是 你小姑娘家家 在城堂唯一老头 算你不太合适吗 对不对 那你说那年龄相差三十二岁的婚姻 咱接不接 这一把归一马 只要南方不是我爸 差多少岁我都不管 懂了吗 懂了 一马归一马 他是这么一个丑生的弟子 去帮你们 喂 夏染 中午一起吃饭 好啊 那你在哪啊 你快告诉我公司偶下 那我现在下去啊 小哥借你来来 你去吃饭 我不吃了 你去吧 多帮你带点回来啊 不用了 走吧 快交一个这儿 好 最近的工作是不是很忙啊 见你一面不太容易 对啊 上班的时候大概还好 下班的时候真的好忙 你下班之后 要跟王茂在一起吗 对啊 还不知道这样一起工作多久呢 你们两个人现在 在做什么婚礼项目 要晚上加班 这个不大好说 没有啊 其实我最在乎的 还是那个癌症新娘的免费婚礼 王茂已经答应 给你做那个免费婚礼了 这倒不像是 有多年经验 婚礼策划师干的事 不管她为什么答应 我觉得都是好事 我只是真的希望 那个癌症新娘 她能够顺下去 老大 坐这儿吃啊 那个 王茂然呢 她午休的时候 接了个电话就出去了 好像跟朋友出去吃饭去 好 接一点儿啊 接一点儿啊 啊 没问题 你 喂 王茂然回来了吗 她 她现在是您的助理 她看着我还有可能 我哪有资格看她呀 什么事啊 她打电话她也不接你 你要我打给黄茂然就算了 不是 她这人跟电话有仇吗 要不不带在这边 要不就随手撇在哪儿去 什么事啊 这么着急 我 我本来打算领她去一家酒店 看看房间的 需要人的话我可以去 不用你了 我帮你了 王总 过去都是我陪您 看酒店 看场地的 你就当让我 重温一下过去工作的回忆 我来陪 好吗 行吧 我收拾一下 谢王总 干吗呢 这个啊 最近这两天 一看到紫禁就想折 带职业病吧 婚礼策划师的职业病 是折至金吗 我 我 我脸上有哪里不对吗 我 我脸上有哪里不对吗 没有 我觉得你很可爱 像个小豆腐 你知道 是 有点啊 送你一个礼物 这是我在通灵珠宝买的 也不知道你喜不喜欢 看看 没事 为什么要送个礼物啊 因为今天是我们两个人 认识一个月的纪念日 认识一个月还要纪念日啊 当然 我觉得我们在一块儿的每一天 都是需要今天的 主要是我们认识的时候 正是我事业的低潮期 你一直都陪着我 我很反见你 我们是朋友吗 这本来就应该的啊 我们是朋友吗 这个礼物太贵重了啦 我不能收了 在我看来 朋友之间的感情 比任何东西都要贵重 我当然也觉得 我们之间的情意很贵重啊 可是我 没事我不能收礼物啊 如果你不能收的话 那这个东西就没什么价值了 它就是个垃圾 还是扔了吧 没事 没事干嘛把扔了呢 别找了 没事 别生气啊 我只是想让你把它收下来 翻个近点 好啦 那我下次买西家里的总益 只要你收下就好了 要我帮忙吗 没关系 我吸来就可以 还是我来的 您就是一节婚礼的王总吧 您就是吴总是吗 是的 是的 又是又幸会 幸会 蓝宇老师特别叮嘱我 让我亲自接待您 谢谢 谢谢 知道你们为癌症新娘 筹备婚礼的事 从总部的领导 到我本人都非常地感动 能为这样的善举 做一点贡献 我们也是感到非常地荣幸啊 那太好了 吴总 要不您先带我们去看看房间 看看怎么布置一下婚房 对 这是大事 来 来 请 请请请 我们决定提供我们的特色房间 红墨房作为他们的婚房 红墨房的设计灵感 来源于十九世纪法国 只足精力的生活 就是这件 哇 还有音乐啊 好 这是我们另一项特色服务 音乐定制 如果您的爱人出差 您可以在我们的APP上 给他预定房间啊 再选一首他最爱听的歌 当打开房门的第一时间 就能为他播放音乐 还有点浪漫啊 什么那儿有点啊 推浪漫了 二位 里面看看 好 里面请 里面请 别说是来挣新娘了 就是我也想要这样的婚房 帮助客人达成梦想 是我们的服务宗旨 况且这次的客人 又是如此的特殊 是是是 非常感谢 千万分的感谢 这感谢的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你 王总 您千万别这么客气 能够参与这样的善事 也是我们的荣幸 好人有好报 好人有好报 客气了 客气了 今天谢谢你请我吃饭 不用谢 李正 我觉得我们之间的关系 好像比过去疏远了一点 疏远了一点 不会啊 那就是我太敏感了 总觉得 我们现在好像隔着点什么 可能是我最近太忙了 所以跟你在一起的时候 你脑子里还想一些其他东西 对不起 能够理解 只要我们之间的关系 不是越来越远 而是越来越近 那我就放心了 我先去上班了 好 拜拜 好 来 王总 我真没想到您来谈酒店 居然是和免费婚礼有关 免费婚礼怎么了 但他这是免费的呀 公司做的是生意 像您这么成熟的管理人员 怎么能因为 黄依然的一具天马行空的念头 就跟着他忙前忙后呢 那好事总得有人干嘛 要不然这世上就剩下生意了 但过去的您不是这样的 您对待婚礼业务的那种睿智冷静 表现出来那种专业的态度 是我一直崇拜的 可您为什么这次 会跟着黄依然一起疯呢 真是被他洗脑 我还讲得你这儿 东方版洗脑了呢 王总 我想求你帮我件事 说 我暗恋一个人很多年 今天我准备向他表白 你紧张什么呀 我说的又不是你 我没紧张 说我让我怎么帮你 我准备下班之后约他出来 请您帮我 出事主意 把把关 看看如何表白成功 行 好 等会儿 你晚上向人表白 穿这裙子不合适了 有什么不合适的呀 那要是再短点呢 那是性感 再长点呢那是淑女 那半长不短的相适 就用白色和蓝色当主题色吧 王一人 蓝 来我办公室一趟 中午干吗去了 跟朋友吃饭去了 朋友 又是那小冉 对啊 怎么了 忘了 没怎么 我就想知道你为什么不带手机 我刚好忘了带 而且我想中午休息没什么事啊 你说没事就没事 拜托 这免费婚礼是您直播起来的 您别给我一人 完了您成天跟着信 消息出去胡扯海赛 是吗 我哪有成天出去啊 而且我不是在做婚纱吗 我也很努力地去学习 婚纱上的话要怎么做啊 我们谈好交易了 我负责做婚纱 你负责联络免费婚礼的事啊 交易 您还真拿这事当买了是吧 盯小嘴一张说 同意交易情侣套房 我就仨样地出去给你找 我今儿这一上午 是跑断了腿 是磨破了嘴 好不容易找一合适的 不是赶紧给你打一电话吧 趁着中午的身上 你过来看看 就是不接电话 你不是说 好多站立商等着站住吗 我怎么会跑断腿啊 就是因为多啊 所以我得挨家挨户地看 看得我眼都快花了 我可不得确保这房间 让您满意吗 黄老师 那你去这房间吧 就在橘子水晶 那个酒店我知道 孝敬住男的房间很好 有小人也住在哪 对啊 还说是普通朋友 连人住哪儿都知道 你是不是常去啊 普通朋友也可以叫他住哪儿 你上车回去我也送你回家 还看到你跟这样种这个呢 听听听 这两码事啊 两码事 你交朋友我不反对 但我就希望你能长点心眼 就说这个孝敬 咱们都不太了解他 但有一点我敢肯定 他对你肯定有更进一步的目的 我希望你凡事来多加小心 这社会复杂着呢 我知道 王总是为了我 别别别 我真不是为你好 你是我们公司上级 安排到我身边来的 我可不得观照好你 这你要出点什么岔子 上头还是拿我身边 记得带手机 知道吗 知道 快走 对这封举荐信 你还满意吧 董总 从举荐信的内容来看呢 张总心里其实知道我不少优点的 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平时一直偏向王冒 您知道 我为了编这封举荐信 憋了我多久才憋出那些优点了 我知道你是迫不得已 我也没有办法呀 我也希望张总能找一个机会 也逼迫我一次 让我感受 不对啊 张总您要走了 没机会了 好遗憾啊 走了 再会 好遗憾啊 混蛋 无赖人渣 张总 我想跟您说两件事情 第一 我在门口还没走 您说的话我都听到了 第二 我不生气 因为在我们俩之间 我是最后的胜利者 我是最后的歌曲 我们俩非常有机会 还好 それは非常有机会 怎么上车 没有过 安官 对 我们俩走 我们俩走 看什么呢 跟班 你没事吧 上班时间穿成这样 你要干吗呀 你刚才不用说 我那裙子不长不短 看这套 合适吗 那个 迈克 我 我帮你分析一下 首先呢 咱们整个社会是一个 抗脸的社会 那么恭喜你 你颜值不错 你已经胜出了 各自人堆里呢 也算是鹤里鸡群 谢谢 但你要是穿成一身出门啊 就会让你的颜值 大大真狂狂 为什么呀 你看啊 我估摸你这一身上下 你劲儿都不便宜 但是你把它们 攒到一块儿呢 就会觉得你这钱都白花了 我 我先说你这鞋 你这鞋 这个是半根 软皮 圆头 你要么是平底 要么是高跟 你穿它是图里 就特别舒服 就我看你说舒服 走 中年妇女第一大特征就是 穿什么不重要 重要的是舒服 我不看你这脸 我光看这鞋啊 我还以为远远走廊 一位七人的男女干嘛 下面我再说说你这配饰 你穿上这一身 再搭上这劣质水钻 就会有一股浓浓的冻屁味 我的主张就是女人过来25岁以后 不要带假手伤 你胸前这一长缝 还让我想起一人呢 谁啊 啥子不是 我 我就是想说 你这么穿着去跟人相亲的事 太不严肃了 真 那么难看啊 也不是 抱还行 抱还行 但是你背得有点可惜啊 伯母 其实你最适合 还是简单的 行吧 那一 那一会儿我再换回去 换你吧 那说好了 下班以后陪我去 我陪你去那叫什么事啊 我只答应了帮你 穿穿除衣 你趁着换衣服去 但我自己就 我紧张 我害怕呀 你少来 你这么些年轻 年轻轻男客户看得少啊 他不也是一男的吗 有什么好警察 这性质不一样 那我如果见他 跟见客户一样 我早表白了 你这心情我能理解啊 但是 你别只理解 去吧 我人生大事 你不能撒手不管吗 不 就你这 心智的成熟度 我真可以撒手 别 你不去 我没有主心骨 真的 你看 你只要远远地坐在那儿 你坐在那儿 我心就是踏实的 求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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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你去一下 要不然你都我的衣服都搭得乱七八糟 去吧 好好好 好 好 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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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让我是你的领导呢 但在游元在线 我只负责阎阳的看 好 换衣服 我去换了 是从药是 肖总 今天会心科技的股票 升高又回落了 该不会有什么问题吧 正好相反 补仓 用公司百分之八十的钱 全力补仓 百分之八十啊 萧总 您看 这么干是不是有点太冒险了 你怕什么 你没看见公司现在有这么多的潜在客户 不是 萧总 您刚刚不也说了吧 那都是咱们潜在客户 她不还没成为咱们客户的吗 对我萧然来说 这些已经是我的客户了 凡是跟钱有关系的事情 我从来没有失败过 以后也不会失败 我知道了 那我先出去吧 喂 凯文 我说 萧军 我说 小军 我是不是非得等那套婚礼体验系统完成了以后才能离职啊 我告诉你我现在有点真的熬不住了 连一个总监都可以随随便便地欺负我 拿人家还没有办法 因为我把柄在人家手上 我说凯文 你真的是挺让我失望的 你要记住 你以后是公司独挡一面的总经理 将来还是公司的大股东 你这么脆弱的心理承受能力怎么做呢 股票市场风云变换 一旦走势不好 在网上骂你的人就多了去了 你这样的心态 往时候会崩溃 你就别指望我能理解你的心情 我们两个人呢 是拍档 不是闺蜜 现在需要桌子 可是拿出我们的能力 相互配合 把事情做好 不要像两个小姑娘一样相互地倾诉 寻找理解 你相信我 我们呢 都是成年人 要懂得受委屈 人辱负重 人就像皮球一样 现在被人拍得越低 将来 就谈得越高 你慢点吃 没人跟你抢 来 喝点热饺子汤 好 老头啊 有日子没见你领那个 华宜然回来的 我钱还没花完呢 什么钱没花完呢 我 我收钱了吗 收了 你刚说什么什么钱没花完呀 那什么 就是上次你 你给我那钱我没花完 不是 你这话妈就听不明白了 你这个钱没花完 跟李黄宜然回不回来有什么关系啊 关系 关系嘛 对 黄宜然这就不是 黄宜然最近有日子没来了 对啊 完了他 他就是约会少嘛 就约会少就省钱嘛 肯定 行 对 对 就是 肯定要就是上次钱没花完 这个钱不用你审 妈有的是钱我给你说 你过来 下头 拿着啊 你 妈呀妈 找黄宜然约会去呀 我跟你说啊 你可得给我盯住了 现在这小姑娘呀 有那想法 变得推快了 你竟然还琢磨着啊 还请人家去哪儿约个会吃个饭呢 没准人家明天就给你送来一张 跟别人结婚的情帖 你妈照您说的 我这脑子俩催慢了 还不是猪脑子呢 你可不就是猪脑子吗你 赶紧去找人约会去啊 你妈呢 我约会去了啊 傻小子 我走了 那个什么 大头啊 你别忘了跟那个依然说一声啊 你妈 你就说妈想她了 你让她来家 妈给她包最拿手的三千烧卖 我知道了 妈 这傻小子 我说你这梦中情人的有腹没腹 还不来啊 我觉得你今儿有点紧张过度啊 把我都请出来了 这也太形式动重了吧 我要是你啊 我就直接给他砸一电话 把话说明白了 到底愿不愿意揍我男朋友 不用意去乱啊 我要是你啊 我直接给他打一电话 把话说明白了 那你愿意揍我男朋友 我还算了 我 我这就是参考意见了 请跟我参考 我这就是参考意见了 不 这就是参考意见了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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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闹着牌呢 喂 你愿意做我男朋友吗 我说你打错了 你打我这儿来了 没打错 新人现在点赛吗 不是 你这招跟谁学的啊 不是 你这招跟谁学的啊 我不认为 像自己爱的人表白这有什么错呀 对 我没说是错 就是 那个 曼格尔我先谢谢你 对我的这份情意啊 但是 行了 你这个 开场白 那是不是接下来就要说拒绝我的理由 不是拒绝 不认为是 我们不用说了 我都明白 好吗 当年您和您未婚妻的那场车祸 公司的老员工都知道 我说的不是这事 但这么多年一直困扰着你 束缚着你的就是这件事 你不能永远回避它 但回避不回避的那是我的私事 但对我来说这不是你的私事 因为我喜欢你 你的痛苦就是我的痛苦 你的快乐就是我的快乐 我跟你在灵魂上是分不开的 所以你不快乐 那要我怎么才能快乐呢 我觉得我挺快乐的 真的 我承认你在公司是经常喜欢开玩笑 其实损谁说的话也特别地搞笑 但是我明白 你是在用幽默来掩饰你内心的伤痛 所以你越搞笑 我就越心痛 我承认我 我心里有痛苦 但是我的这个痛苦 不是你所理解的那样 黄总 事情其实没有你想得这么复杂 对 我能理解你 大家都能理解你 谢谢你 女朋友在你们快要结婚的时候 遇到车祸在你面前离世 换做谁都很难接受 但这毕竟已经过去了嘛 没必要再念念不忘 我没有对她念念不忘 我特别想忘了她 而且我是想把她忘得干干净 我知道 你也不愿意忘不了她 而且我能体会到你这些年来 心里受到的折磨 也许你本来快要忘记她了 突然她又出现在你的梦里 一次又一次地截开你内心的伤痛 你现在就是在截我的人吗 对 因为我希望你勇敢地面对这一切 这件事情已经过去这么久了 你一直在情感上封闭自己 不允许任何女人进入 让自己一次又一次地浸泡在这种痛苦里 那我相信 她在天之灵也不愿意看到这些 谢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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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你肯承认 你肯承认 证明已经卖出了第一步 那我们就庆祝一下 好不好 后边可以换话题了啊 服务员点菜 我看看啊 这个我要 这个给我来两份 你不会问我想吃什么吗 吃什么都一样 把嘴一擦就各集各家了 话还没说完呢 不着急点菜 一会儿叫你啊 好 谢谢 我刚才说的是你过去封闭自己 但最近我发现你从一个极端 已经走向另外一个极端了 你不再封闭自己了 而是开始在感情上 肆无忌惮地放纵自己 放纵 对 所以我决定向你表白 把我心里的话跟你说出来 我想跟你谈一场真真正正的恋爱 我要把你从这种放纵的状态中解救出来 因为我知道你不是这种随便的人 你也许是这么多年这种痛苦 让你心里扭曲了 我心里扭曲 对 否则以我对你的认识 你不会接受黄依然这种 发点卖萌的女孩 等会儿啊 你说的这个接受 跟我理解的接受是一定的 好 也许你想找一个情感发泄的途径 但这就会毁掉你自己的 我和黄依然情感发泄 不你都听谁说的 别管我听谁说的吧 反正我知道 而且不只是黄依然 你跟小周也有过 我和小周 我的天哪 我和小周 不这都是谁在背后编排我啊 你怎么不说我和大头有一腿呢 你跟着吃吧你 我 我 我冒 这个好可爱啊 就这么无法面对是吗 话没说完你就要走 王猫 你就咬死这些传言都是真的了 对吗 把我告诉你 公司上场在小达老师里 跟我都有一腿 我最爱的人叫东方百 你满意了吧 我能理解你 不是你理解什么理解 你就能解 我知道你潜意识里 一直在找一个能够永远停靠的港湾 我 我的潜意识你怎么会知道呢 直觉告诉我的 直觉 对 因为这么多年 你对我和对其他同事完全不一样 来 你跟我说说我哪儿不一样 我给你喂东西 你自然就张口吃掉了 玫瑰 咱俩认识这么多年 又是朋友又是同事 你喂我吃点东西怎么了 不信咱俩上大街上换衣姑娘试试 她要敢喂我吃东西 我非咬牙指头 你信吗 那我每年过生日 你都给我送蛋糕啊 这就更好解释了 咱们部门谁过生日我不送蛋糕 有两回我忘了还是你替我办的呢 我的蛋糕比他们的都大 那我下次就给您送一箱子 而且你还时不时给我送礼物 这个怎么解释 这叫礼尚往来 这要照您的理论 我给大厨的东西是最多的 我是不是该娶她为妻啊 行 我 我刚才态度不好 我言语过激了 好吗 再来这样 再来吧 踏踏实实地回去吃顿饭 这么些年 我还有什么地方让你误会呢 我这顿饭就当给你赔地道歉 行吗 我这么多年跟着你 任劳任悦 任骂任罚 我为你这顿饭 还是为你的道歉 我为的是你这个人 我真的以为你是为了好好工作 就算我为了好好工作 那我好好工作换来了什么 黄依然一来 我轻而易举地就被取代了 我求你好吗 你真的别再被黄依然麻痹了 好不好 我跟黄依然一毛钱关系都没有 她真的是不适合你 也许可以给你一时的快乐 但是你心里的那个洞 她永远填补不了 你知不知道呀 王总啊 我在超市逛了好久 你什么时候来接我啊 把我去查一下就忘了 那人问你 你要不然先回家 我家里有吃的 好了 问你 不早说 谁的电话 我爸爸 你爸爸叫黄依然 你怎么又来啊 因为我看到来电显示了 我爸爸的笔名叫黄依然 行了吗 够了 你能不能冷静一点 我怎么冷静 你这么明目张胆地来欺骗我 我都已经跟你苦口薄心告诉你了 黄依然在麻木你 而且当时的那场车祸 已经过去这么久了 你不要 玫瑰 我再生命一次 我跟黄依然只是朋友家同事的 我其他关系一概没有 包括你 你也只是我的朋友和同事 你没资格像沈老公一样的沈我 我车祸的事情不许再提 你现在最关键呢 就是把身体养得好好的 就是对王总最大的支持 来 好吃吧 好吃 阿正 我说以后你来啊 别买这么多东西 看来还干这么多活 就好像我压迫你了 你又跟我见外 可不是见不见外才是 那我觉得 王茂这份啊 也就不成了 这你就别操心了 我都已经跟他摊牌了 摊牌了 摊牌了 我今儿也跟你摊牌 省得你老误会我 其实我来看你 冲的是你 不是王总 几个意思 我喜欢的人是你 我来看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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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来看你了 願意來分享我的肩膀 之後是否容易高擁抱交換 我有個戀愛想和你談談 有沒有一句告白到暧昧反轉 如果你不想忘放 如果你想要喝棒 那就別耍賴 勇氣在你邊循環 Baby baby love you Oh shake it shake it 別好看 是愛的傷心 你絕對不讓我喜歡 Baby baby love you 多想起身體不和換言 讓我們為我們去 帶幸福的暴力 面提議案 跟你談談 你冷笑話都使我膨脹 夠不夠浪漫 不用慌張 就讓關係你轉 會突然 全心無敵才能生長 Oh baby這樣 用冰箱冒險你的幻想 明天就讓我們集中 明天就讓我們集中 同一包餐 明天就讓我們集中 夜以來分享我的肩膀 之後是否用一個擁抱交換 我有個戀愛想和你談談 有沒有一句告白到暧昧反轉 如果你不想要我放 如果你不想要我放 如果你想要個棒 那就別耍蠟 用心態力量虛幻 Baby baby love you Oh shake it shake it 別好看 是愛的傷心 你絕對不讓我喜歡 Baby baby love you Oh shake it shake it 別好看 讓我們唯一去 最幸福的 Honey Oh shake it shake it